第41集 母亲的病有些可疑 锦昭进入内室后 让亲仆把门关了 才谨慎地打开直卷 果然是夜线送来的 锦昭以为他是有什么急事 开头却讲 他养的乌龟 把锦里咬伤了 换迷鸟生了一窝浅绿色的蛋这种事 止不大 却密密码码写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情 锦昭看着不觉失效 到了末尾 夜线才提起 萧先生那边有事耽搁 半月余才能到 又说萧先生听了锦昭母亲的病情 传书给他说 这病是身子孱弱 又长期抑郁所致 原本发病不该如此反复 要他们注意一下 是否有什么异常 青蒲早在旁侧点好烛台 紧着看完字条 便用烛火点了 前世母亲死的时候 大口大口吐着血 血污都浸透了她的衣裳 那样子看上去十分的可怕 只是 当时她并没有怀疑过 母亲的病是否有人动手脚 听萧先生这么一说 母亲的病也是有些可疑 只是 徐妈妈毕竟是外祖母身边来的人 如果是有人下毒 怎么可能瞒得过她的眼睛 锦昭想了想 对青蒲说 你去找徐妈妈 让她请柳大夫过来 就说我想给母亲开一个疗养的房子 青蒲领命去了 锦昭走到门外晒太阳 鲍蒲正卧在对面的房顶上 甩着毛茸茸的尾巴看着她 她现在长得像一团绒球 前几天还从耳房里咬了一只耗子出来 全虚全尾的 鲍蒲晒着太阳 似乎有些困了 站起来撑了个懒腰 跳到旁边的槐树上 沿着树溜下来 去她窝里睡觉了 锦昭看着也觉得有趣 她懒懒的不爱理人 孤僻得很 正看着猫 却见雨竹从外面跑进来 样子还很急 白云正要说的什么 她跑到锦昭面前 却扑通一声跪下了 眼睛水汪汪的叫哭出来一样 小姐 你可要救救小姐 锦昭看到雨竹还抱着一个黑漆盒子 是她赏给雨竹的糖 你这是怎么了 起来说话 听到锦昭雨气温和 雨竹心头更难受了 她擦了擦眼睛道 奴婢今天 去找秀曲了 想给她送一盒糖去 但是秀曲已经不在送一娘那儿 扫地的嬷嬷跟我说 秀曲是回家探亲了 锦昭皱皱眉又问她 不过是回家探亲 你又急什么 雨竹哽咽着继续的 您 是不知道 秀曲老家在安徽太平府 她怎么可能回家探亲呢 肯定是她闲密的事被宋姨娘知道了 要逞之大 是奴婢害了她 她本来是不想说的 是奴婢的错 紧张让白云扶她起来 这事不能全怪你 你也不知道会这样的 快别自责了 雨竹拉着她的衣袖 仍旧止不住眼泪 小姐 你也一定要帮帮她 秀曲是个好人 紧张点点头 她也算是因我遭殃 你先起来 这事我不会放人不理的 雨竹这才站起来 她最相信小姐了 小姐说会帮忙 那就一定会帮的 紧张心里却没底 宋姨娘要是想惩罚秀曲 大可罚了她去外厨房做杂 或者去马房 这两处的差事是最苦的 但是 就这样无声无息的 让人消失了 那可是想杀人灭口的 宋姨娘心竟然这么狠 也不知道这事过了几天了 要是时间过太久了 估计人都死透了 她想让童妈妈过来 才想起已经让童妈妈去找柳大夫了 自己便换了件衣服 带着白云彩服去母亲那里 此时已过正午 母亲已经午睡醒了 她夜不能寐 白天倒是能趁着工夫休息一会儿 快来坐 我刚炖了一桩枸杞红枣银耳羹 你也喝一些 既是笑着让她坐下 又让徐妈妈给她盛一碗银耳羹 锦昭试了一口 却觉得有些发苦 不由地问道 母亲这的银耳羹怎么是苦的 既是笑道 放了些药材一起熬的 你是喜欢吃甜的 但是苦的也要喝些 总比吃药好 锦昭不喜欢苦的东西 夏日里连苦瓜都不会吃 放下银耳羹便不再理会 和母亲说 我是想来问徐妈妈一些事 您先歇着吧 又让徐妈妈跟她到外面来 既是无奈地摇头 把锦昭那份也端过来一起喝了 到了吴廊上 徐妈妈笑着道 不知大小姐要问奴婢什么 锦昭想想 我怀疑母亲的背后 有人捣鬼 平日里母亲的饮食 都是您亲自接手的吗 徐妈妈点头道 不然就是墨玉墨雪两位姑娘亲自看着 就连煎药都是如此 断没有让人动手的可能 大小姐要是怀疑 那我便把邪销员的人彻查一遍 除了饮食香炉 日常用的碗柱也有被动手脚的可能 奴婢早先在计价 太老爷的两个姨娘相互嫉妒 其中一个便在另一个的碗中涂药 另一个姨娘因此滑胎 实在是方不胜防 说到这些事 徐妈妈经验多 锦昭点点头 她也只是怀疑 毕竟母亲现在的病情也没有反复了 但是谨慎些总是好的 我还有一事想问徐妈妈 若是有丫头犯了错 主子要她无声无息的死 会怎么处置 锦昭声音放轻了些 徐妈妈也不迟疑 一贯的法子是找个房子把人捂死 更狠一些就是堵着嘴打死 总归不会惊动别人 打了也不会当时就死 仍要等到几天后才会又痛又饿的被折磨至死 锦昭若有所思 过了会儿才到 母亲有一堆护院是从季家带来的 徐妈妈能借我一用吗 徐妈妈含笑道 自然是行的 我等一下便可带着人来您那里 既不怀疑也不多问什么 徐妈妈不愧是外祖母给母亲的人 济世带到顾家的这堆护院 都是通州人 通州有个薛氏武馆 里头的薛老爷早年走南闯北 一身的武艺 后来回到通州才开了薛氏武馆 专门教授平寒子弟防身武斗之术的 济家的护院多半是从武馆里面选出来的 就连亲仆也是跟着修老爷的三二二四练出的身手 济家对这些从武馆出来的护院很好 每月给七两 还有粮食不疲给他们家人 比一般的二等丫头月力还高 到了顾家也没变 有些没殷亲的 济世还会许他们一门妻事 这对护院年龄在三十到四十之间 对母亲忠心耿耿 徐妈妈带来的护院领头的人 长得人高马大 手如蒲扇般 样子十分沉着 这人是薛家鹏之术子 排行薛十六 在通州有一房妻室一对儿女 薛十六向锦招抱拳行礼 也没有说话问安 锦招也知道 这群人不太距离于规矩 并不在意这些 让白云给他奉了茶 请他坐在石墩上说话 您是薛老爷子的侄子 我身边有个丫头 是跟着薛老爷的三子练的伸手 算起来还要叫你师叔呢 锦招笑着 让青蒲过来见过薛十六 薛十六却站着不肯坐下 向青蒲点了头 又对锦招说 大小姐不必客气 有什么要吩咐的 尽管说便是 卑职会尽力帮您做的 护院是母亲的人 自然愿意听她的吩咐 却未必会真心尊敬她 母亲换取她们的忠心 也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顾锦招记得 前世自己去永阳伯府儿 父亲便叫薛十六 带着几个护卫跟自己前去 自己非要和永阳伯三小姐 在湖里划船 护院和婆子怎么劝她都不听 结果她从木船上跌下来 多亏薛十六跳下水来救了她 等他们回了府 却个个被父亲体罚了一通 说他们护主不力 护院们虽然不会抱怨 心里却肯定会不舒服 锦招想救一救秀曲 也是因为雨竹的缘故 那丫头聪明又忠心 也不想因此牵连她的朋友 秀曲毕竟是因为她们 才遭死劫难 谨招也于心不忍 毕竟她也是个忠仆 宋玉鸟想让秀曲死 本来是件极简单的事 一个小丫头的去留 谁会追究 却不想被雨竹发现了 只是秀曲如今在哪里 是不是已经死了 她并不知道 顾家后院有好几个闲置的院子 这个丫头究竟是在这些闲置的院子里 还是在宋姨娘的院子里 还得找护院去看看 锦招想好后便对薛十六说 这次叫您来 不过是想让您去找个人 是个十二岁的丫头 她早先与我有恩 只是因为犯错被宋姨娘惩治 现在人已经不见了 我想您在寻护的时候 在顾家的偏院找找 一定要每个偏院都仔细找 一个房间都不要遗漏 看能否找到此人 薛十六六位思索片刻便问道 这丫头可是因受不住惩罚躲起来了 事太紧急 先不说这些 你若是能找到她便知道了 你们要是能在偏院找到她 就立刻带过来 薛十六微皱眉 大小姐如今也没什么长进 竟然是叫她来找丫头的 却没说什么就应下了 又抱拳退下 彩福看着她跟徐妈妈走出去 小声和锦招说 我看薛护院并非听从余念 锦招解释道 能让他们服了他们就听吩咐了 我如今是借着母亲才能使唤他们 不然 顾家怎么请得起薛老爷子的侄儿 说完就不再提薛十六的事情 过了会儿 图妈妈回来了 跟锦招说 柳大夫在花厅等您 锦招点头往花厅去 又对图妈妈道 府里的秋露白还有三坛 一并给柳大夫拿过来 他是想找柳大夫过来看看 济世的饮食是否有不妥 徐妈妈已经和他说过 下毒是绝无可能的 他已经把学校院翻过来检查个遍了 香炉 碗柱都没有问题 连母亲用的被褥都重新换过了 锦招便让他写了一个单子 把母亲常用的菜品和材料写出来 万一里头有什么不适应母亲病情的东西 也好及时去除 柳大夫很仔细地看了一遍单子 再三确认后才道 夫人本是弱症 脾胃虚寒 血虚气弱 因用温和滋补的食材 切记寒性食材 这上面的东西都是温和滋补的 并没有不适宜的地方 锦招有些疑惑 这样一来便什么都排除了 那肖先生所说的话又是否是真的 他又问 那我母亲的病情如此反复 是否有些异常呢 柳大夫有些为难 这也不好说 若是因为心中机遇过多 也有可能加重病情啊 实在是找不出什么不对的地方 问柳大夫也是让他为难 锦招便谢过他 让童妈妈提了秋露白 送柳大夫出府去 自己心里把母亲日常吃的 用的都想了一遍 确实没什么地方不对 不过 肖先生没亲自诊断过母亲的病情 判断颇有偏颇也是可能的 锦招想着 晚上也去宋玉娘那里一次 打探一下秀徐是否在那儿 第四十二集 送四扇屏风 下午 薛师傅要来教导他苏绣 紧招把自己表好的博古图给薛师傅看 这次绣的是苏绣 鼠绣的鸟兽花样栩栩如生 针脚密室整齐 苏绣写实不如鼠绣 比起来要更写意一些 四扇的屏风上绣着宝顶 花瓶高基等物 色彩淡雅柔和 薛师傅看了赞不绝口 锦招原先只是鼠绣精湛 如今苏绣也做得极好 秀意本来就是相通的 他再啃一下些功夫 自然就没问题了 晚上陪母亲吃了饭 锦招便让小四抬着四扇屏风 往林岩泄去 父亲已经一个月没有召宋玉娘去过 也不曾来她这儿 她要不是在罗姨娘那儿 便是自己睡在居柳阁 宋姨娘现在除了打理内务 大半的时间都在林岩泄里 宋姨娘让人给锦招 放上了杏子茶上来 初夏刚熟的信 还犯轻呢 我让人打下来做了杏子茶 放了好几粒糖 大小姐喜欢甜的 锦招看了一眼淡黄的茶水 吐了一口后 随意搁在旁边的小机上 我是来看看姨娘 身边给你送点东西 锦招让小四把那四扇屏风抬上来 是我在兰姐儿吉吉的时候开始秀的 一个月鱼才秀好 想着 我也没送过姨娘什么东西 不如就拿这个送来了 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 宋姨娘嘴角的笑容一僵 顾锦招没事提什么顾兰的吉吉礼 等到小四把屏风抬上来 宋姨娘才站起身来 看着四面屏风 哎呀 当真秀的好 大小姐如今的秀意 比兰姐儿可强多了 我嫌花鸟太花哨 倒是喜欢博古图的宿景 让姨跑运到两个婆子上来 哎 把屏风放到耳房里去放着 可要小心些 别磕坏了 锦招却微微一笑 姨娘莫非嫌弃我秀的不好 怎么要收到耳房去 我看您西四仙没有屏风 用这个也不错 耳房是放置杂物的地方 宋姨娘也太不拿她的东西 当一回事了 她心里明白 宋姨娘生性十分谨慎 说难听了就是疑神疑鬼 自己平白无故送她四扇屏风 她默不清楚自己打什么主意 肯定是不会用的 自己越是说让她用 宋姨娘越是不会用 宋姨娘笑容难免僵硬 跟她解释 大小姐不知道 我这屋子一到夏日就闷得很 非要开着门扇透气不可 这刺间要是用了屏风 风进不来 可不就更惹了 紧昭心中觉得好笑 这林烟蟹是溅在湖上面的 最凉快不过了 不过她也不继续说了 而是勉强点头道 既然如此 我就不勉强姨娘了 不过 这屏风是用了檀木做的 并未上诱 可是不能受潮的 您不能放到耳房里去 我看西边的几间厢房 倒是很干爽 林烟蟹里除了正房 东厢房 下房 都是有人住的 秀絮如果在这里 最可能的就是西厢房 那里种了许多槐树 树荫如盖 丫头婆子都很少去那儿 宋姨娘觉得顾锦招有些得寸进尺了 她简直摸不清楚 顾锦招打的什么主意 没事给她送什么屏风来 还非要放到西边的厢房去 她声音不由冷一些 既然大小姐想放在西边的厢房 那就放进去吧 缺一点都没有让婆子帮忙的意思 坐在大炕上 喝着杏子茶动也不动 锦招根本不在意 带着青仆指使小丝 把屏风抬到西厢房外面 自己把西厢房的房门统统打开 她一间一间的看又高声道 姨娘可别介意 我得找一间最清爽的房间才行 宋姨娘哪里见过顾锦招这样的少无赖 气得鹅角都在抽动 她平日里不是狠手礼节吗 到她这闹什么 要不是知道顾锦招居心算计她 她非要以为顾锦招还是原来那个混性子不可 锦招看了一番无果 秀曲没有在这里 青仆朝她摇摇头 她也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连血迹都没有 要是人在这儿被打死了 他们往这里来 宋姨娘肯定会拦着 那秀曲就真的不再淋眼泄了 锦招随意指了一间人厢房道 就放这儿吧 小丝立刻把屏风搬进去 屋里扬起阵灰尘 锦招拍了拍手上的灰 看宋姨娘已经在门外盯着自己了 又温和地笑道 屏风放好了 我这就得走了 姨娘可是得歇着 再喝一碗酸甜消暑的酸梅汤去去火气再好 带着青仆的几个小丝离开了灵烟蟹 草卫看了看被大打开的西厢房房门 又瞧到里面随意堆着的屏风 再一看宋姨娘 脸色都要发青了 她不禁小声道 姨娘可别和大小姐置气 她就是那个性子 宋姨娘有些咬牙切齿 她简直是无理取闹 让婆子把西厢房的门关上 那屏风抬出来一把火烧了才行 谁知道 顾锦招想把屏风放她那儿做什么 锦招回到青铜院后喝了口茶 雨竹那小丫头很快就凑上来 眨着眼睛看她 紧着摇头道 不再宋姨娘那儿 等秀护院回来再说 要是片院再没有 只能去外面找了 片院再找不到 秀群应该就已经死了 到乱坟岗上 说不定能找到尸首 雨竹有些失望 也知道大小姐已经很帮忙了 她也知道片院里再找不到秀群 秀群就没救了 雨竹毕竟是个小丫头 眼眶一红说 要是在乱坟岗 找到秀群的失手 小姐能不能抬回来给她讨个公道 让别人也知道 宋姨娘竟然这么狠毒 紧着摇里摇头 宋姨娘只说她把人放出府了的 失手是在外面找到的 可能是被截杀 可能遇到地痞流氓 又怎么能赖到她身上 她还要烦咬你一口 说咱们血口喷人呢 雨竹听紧召这么说 不禁哭起来 她也怕秀群因她而死 童妈妈安慰她 快别哭了 也并不是就没希望了 你也不知道宋姨娘会如此心狠 正说着 雨童走进来 大小姐 薛护院过来了 夜色已深 锦招不方便在花厅见她 便请她到冬寺兼坐 薛十六夜行而回 便也没坐在秀墩上 拱手回复锦招道 卑职把后院六个荒废的院落 都查看过了 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锦招眉心微醋 她本来还有七分的把握 秀群应该在偏院里面的 毕竟秀群失踪也就是两天的事 这么快就杀人运出府 还一点都不让人察觉 实在是不简单 宋姨娘不像母亲 有一对身手好的护院 她最能使唤的 就是她府里几个 绑粗腰圆的婆子 还有府中各处的一些下人 锦招又说道 您和我讲讲这六个院子吧 薛十六皱了皱眉 她本质是巡查 这次因夫人来帮小喜的忙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她是奉了季家的命来保护他们安慰的 可不是去找什么耍脾气出走的丫头的 费了一晚上查看了荒废的院落也就罢了 她若实在在大小喜这里待下去 耽误了明天的巡查怎么办 大小姐 您其实不必找这个丫头 她不过是出走而已 饿了几日自己就跑出来了 怎么还用去找的 卑职明日还有巡查 若是您要继续找的话 卑职替您找几个小丝过来可好 锦招听了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她也没责怪薛十六 薛十六对自己的态度虽然尊敬 却藏不住的有些鄙夷 那是她陷入为主的观念 自己可没办法改变 她无奈道 那丫头 并非闹脾气出走的 她无意中把宋一娘说话内容泄露给我 宋一娘想杀她灭口 我现在到处找她 不过是想救她而已 薛十六听了十分的惊愕 大小姐说什么 宋一娘想杀丫头灭口 锦招继续道 二小姐急起那日发生的事情 你可知道 薛十六想一想到 卑职略有耳闻 说是您发现二小姐与李夫人密谈 这事外面都传遍了 顾家因为有宋一娘把持 下人们一直不敢说 直到外面的流言传来 整个顾家下人这才都知道了 锦招笑了笑继续说 你对母亲忠诚 我也愿意把这事告诉你 当日不是我偶遇她们在密谈 而是我提前得出的消息 带着文夫人去偷听的 又缓了声低语道 这消息便是那丫头透露给我的 现在还请薛护院 能救便救救她 总不能让她因我而死了 薛十六满脸的惊讶 她对大小姐的印象 还一直停留在那个 骄纵蛮横 却被人算计的焦小姐身上 却不知 大小姐如今已经这么懂得谋略 因为这事 宋一娘不再得老爷召见 二小姐又只能被拘在房里练似 她们这帮护卫 都是暗地里替夫人高兴 原来这些都是大小姐 蓄意为之 薛十六心中不由愧疚 她还以为大小姐 没事使唤着她们玩 原来是要救于她们有恩的丫头 她抱拳道 是卑职的错 误解了大小姐的意思 还请大小姐见谅 这六个院子 有一个紧挨着淋烟屑 卑职进去查看过 并没有人在里面 有五个位置比较远 卑职进了其中四个 另有一个同目门已铁锁锁了 卑职便没有进去 锦招忍不住站起来问她 那个被锁的为何不进去 薛十六不知为何大小姐 突然慎重起来便解释道 当时卑职不过是想 既然外面门锁了 自然就进不去了 也就没有在 这才叫眼人耳目 这院子便没有后门 薛十六想了想便面色大变 连忙向锦招跪下 卑职差点坏了小姐的大事 还请大小姐责罚 锦招忙扶她起来 说这些也没用 你还是赶紧去看看 人是不是在里面 想到秀婿如果在里面 薛十六因男女之房 带她回来不便 便叫青仆跟着薛十六 往偏远去 薛十六不敢再怠慢 带着青仆往那个偏远去 锦招想了想 又让白云赶紧去小厨房烧热水 自己则到房内拿了 纸写的商药和棉布出来 两课中的功夫 薛十六就和青仆回来了 锦招站在无狼下面 夜色朦胧里 看到青仆的怀里 用披风搭着一个人样的东西 就知道 他们果然把秀婿带回来了 估计还伤得不轻 雨竹这小丫头像兔子一样蹦出去 想要看看秀婿到底怎么样了 多亏同妈妈先拉住她 你现在可别上去 忍命关天的时候 青仆走在薛十六前面 几乎是用跑的到了无狼 进了西四间之后 紧张忙让她把丫头放到大炕上 青仆边说边解开披风 我们从后门溜进去 这丫头在毕桃格的耳房里 浑身被打得伤痕累累 幸亏没有伤及内脏 但是她身子弱 又湿了太多血 早晕过去了 解开披风 紧张才看到 秀群身上的三等丫头扶质 已经破破烂烂 果然如青仆所说 边痕刀伤一道叠一道 血污变体 脸色苍白 气若油丝 仿佛立刻叫断气的样子 除了青仆和彩芙镇定些 几个丫头看着 吓得手都抖了 紧张定了定神 沉声道 彩芙 你像无人水擦拭在身上的血 青仆立刻给她上药止血 再用棉布包扎 伤口若是太深 就先不要止血 不要包扎 图妈妈 你连夜去请柳大夫过来 图妈妈应诺又道 大小姐 大半夜出府去 宋姨娘那边必然会知道 用不用隐瞒她们啊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